英语中的get也有understand的意思 当英语老师或外企上司在群里通知或解释一件事 有些人会回复got it 也有些人会回复get it 视频底下留言也会经常看见两个版本 那你是前者还是后者呢? 请在公屏上给出你的选择吧 英语托我会在视频结尾公布正确答案 咱们先说完整句子的情况 I got it表面上是一般过去事态 但主要强调我明白了这个既定事实 它和I've got it在大多数语境下是同一个意思 表示你解释得很清楚我已经明白了 而I get it虽然表面上是一般现在事态 但主要表达我刚明白 也就是我之前不明白但现在明白了 比如你可以说 Oh I get it now 这里暗含的意思是 经过你的解释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I got it和I get it 在很多语境下都是一个意思 可以互换 但这是整句的情况 即由主语I 只有在句子完整的情况下 I got it和I get it 在很多语境中才能互换 但省略句可不是这样 咱们中文回复省略句 明白了 没有主语也没有动词时态变味 所以很多人都会照搬到英文里 但是要注意 虽然咱们询问对方时可以说 Get it 明白了吗 也就是 Do you get it? 的省略 但在回答时 不能直接说 Get it 明白了 也就是 不能省略主语 I 而是要说完整的 I get it 否则你想要表达的感叹句 Get it 听上去像是发出要求的起始句 但你可以说 Got it 明白了 是的 Got it倒是可以做 I got it的省略 因为Got it 怎么听都不像起始句 那你现在知道 开头问题的答案了吧 做出回复时 不能说Get it 而是要说Got it 除非你保留主语 说完整的I get it 当然了 就算你说Get it 对方多半也不会认为 你这是在下命令 只不过在母语人士耳中 会听着有些怪而已 你明白了吗 Get it